拼国旅的同时也要拼防疫 国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当中 连带的也让台湾 今天一口气暴增了14起的境外移入确诊个案 有13名是印尼籍的移工 一名是从美国返台的本国籍男子 根据指挥中心的调查 在13名确诊的印尼籍移工当中 有12个人是跟先前的案607 他们是同个班机 因此不排除这可能是一起机上的群聚感染事件 由于案607 他发病时间比较早一些 检验时测出来的CT值21 病毒量是高的 因此被视为可能就是这起群聚事件的指标个案 那么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指挥中心晚间宣布 即日开始在暂缓印尼两家训练所的移工入境 那么统计到现在 暂缓入境的印尼及移工训练所 总数已经达到6家 国外新冠疫情升温 也让台湾的境外移入确诊个案 一口气暴增14例 创下7个月以来单日最多 其中暗640是一名从美国返台的本国纪男子 暗627则是11月11号来台的印尼及移工 另外12名暗628到639则是和先前暗607同班机来台的印尼及移工 由于暗607并发后在台裁检CT值20亿病毒量高 不排除是这般机上群聚的超级传播者 比较集中的是在65排66排这个地方 总共有5名的个案 那这5名个案当中呢 也包括最早发病的暗607 不过还有其他的这个确诊病例 坐在不同的位置 那这个关联性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厘清 指挥中心抽丝搏剑这群聚 但最调诡的是 包含指标个案607在内 有10个人都有提供PCR核酸阴性证明 另外3个人则有抗体阴性文件 但既然每个人都有阴性证明 为隔来台后却有裁检确诊 一个就是说 他们是在检验阴性之后才感染 这就包括就是说旅途中感染到的 那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说 特别是无症状的这些确诊个案 感染了一段时间 之后在那个阴阴痒痒的这个 比较慢性的阶段 然后去刚好验到一次 后来又被我们验到痒 指挥中心27号晚间就临时宣布 即日起新增 暂缓两家印尼训练所 仲介来台移工 而统计至目前为止 国内供暂缓六家训练所 移工入境 由于目前印尼疫情持续大流行 指挥中心甚至不排除 未来可能紧缩印尼移工来台人数 接着综合报道